我们齐美医院急诊室在2016年就率先全台成立高龄急诊 那这是因应全台的一个高龄化所延伸的一个措施 那除了我们急诊有一些因应高龄病患所产生的一些辅具啊 一些辅助的措施以外 我们也有推动了这个出院准备服务 那这个急诊的出院准备服务 其实也是在全台算是率领全台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有些急诊病患在急诊待床比较久 那治疗其实也告一段落之后 我们就可以帮他申请一些长照2.0啊 或者一些会诊一些社工 这些措施是之前不会在急诊进行 通常都是在住院期间会准备的 那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推动急诊的一个居家医疗 那这个就是从病患可以直接从急诊出院 衔接后续的居家医疗 高龄化社会越来越严重 高龄病人越来越多 那其实高龄的病人在急诊已经占了大概四成五的比例 那我们期美急诊在去年的话就开始引进这个出院准备服务 就是说有些病患在急诊可能带床比较久 或是说他们有一些社会经济照顾的需求 那我们会有我们急诊高龄团队去评估 做一些适当的处置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之后也会适度的 衔接长照2.0的服务或是会诊社工 来处理这些病患他们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那让他冲击 面对出院后的照顾更是许多人的无奈 那相较于过去 只在病房进行的出院准备服务 我们期美急诊高龄团队更具前瞻性 将出院准备服务提前到急诊阶段 甚至可以在急诊转介居家医疗 为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做好准备 那这些超前部署的措施 会对未来高龄长者 带来更好的照顾及社会的福祉 目前期美医院所服务的病患 已经超过500多位 那可以让病患无缝接轨 出院的长照服务 提升生活的品质 降低照顾者的 照顾的负荷 减低出院的准备服务的事 洪先生我是急诊徐医师 徐医师你好 对啊那 目前在这边其实治疗已经告一段落 对啊那我们有 各管师来评估过后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派医师到你府内 去给你做一些居家医疗 衔接我们急诊这边出院的一些 紧急医疗照顾这样子 对啊这对你来说应该是算是 不管是你本身也不用再繁忙于交通 对家人也是也不用再带来医院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不用担心 那之后的话比较稳定的话 就是在试情况看要不要拉长时间 可以操心 可以务行 อ่اه 可以 是啊 这是什么 що